上期视频详细分析了接艇之战 本期视频就是开脑洞 马肃如何才能守住接艇 诸葛亮兵出骑山 派马肃领军在龙山道居敌 肃一祖南山 无下俱成 核掘其极道 击大破之 蜀汉军心动摇 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失败 下面是脑洞大开环节 当到下寨是否可以守住接艇呢 马肃到达接艇 听从安排依山傍水下寨 只要守住河谷东 西 两侧道路 上山伐木 可以制作大量限马坑 路角遍布河道 山上便插军旗 再布置人马呼应 骑兵只要没了速度 在步兵群中就是一个死 哪怕只有一天时间 迎接2.5万兵马就能稳固迎战 马肃的任务是坚守接艇不被消灭 坚持得越久越好 卫军要击溃马肃军后才敢通过接艇 否则后路被堵 梁道被断就会不战自败 张河5万马步军 从洛阳到接艇奔驰1400里 步兵与骑兵肯定拉开很长距离 最先到达接艇的必定是轻装骑兵 攻坚能力不强 骑兵在几百米宽的山谷地形 就没办法实现迂回穿插等战术 只能选择正面强攻 或绕后强攻 面对有完整防御的 精心准备的战场 失去速度和灵活的骑兵 基本是诸葛连武的靶子 而张河要想攻破此处 要等步兵陆陆续续赶到 蜀军不缺水源 守个十日 陆夕一定 张河必退 情景二 诸葛亮提前派兵去陆山道断陆 马肃的狙击地点 就变成更险峻的龙底 这里山高陵密 道路只有一条 假如马肃到了这里 多被滚木雷石 依靠天险 居高陵下 更适合马先锋的战法 另外 王平所率领的是 鼎鼎大名的无荡飞军 他们皆身披铁甲 能翻山越岭 善于使用弓弩和毒箭 擅长野战 非常精于防守作战 说不定 马先锋就能复制 黄中定军山 居高陵下 斩夏侯的桥段 立下北伐第一弓 成为蜀国冉冉升起的将星 以后接替诸葛亮的丞相之位 都有可能 可惜 马先锋做了逃兵 壮之未愁 就被丞相灰泪斩了 地图物语 地图上看更有趣的历史故事 点击关注 下期更精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开玩意 就会玩什么事 全部侧难以来